大家好,我是波波 最近因为疫情,大家都不放心在公共场所进行活动 中国人更是还在一个足不出户的状态中 希望这次疫情早点过去 也希望患者早日康复 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回到那个健康的社会中去 希望世界和平 今天我们就学习几个在中国常用的词语 来丰富一下我们的日常表达吧 第一个,素颜 素颜 素颜就是没有化妆 比如说,女生素颜时会戴口罩出门 女生素颜时会戴口罩出门 她素颜也很漂亮 她素颜也很漂亮 颜值 颜值 颜值就是长相的意思 颜值高就是长相很好很漂亮 颜值低就是难看丑的意思 我们可以说 颜值高的人更有机会找到好工作 颜值高的人更有机会找到好工作 她颜值怎么样 她颜值怎么样 杠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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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杠精就是总是喜欢找茬,总是喜欢批评别人 说别人不对的人 我们可以这么说 评论区里总是有很多杠精 评论区里总是有很多杠精 我一般不回复杠精的留言 我一般不回复杠精的留言 女汉子 女汉子 汉子是指男生 女汉子是指性格像男生一样的女生 比如说我 Bobo就是一个女汉子 Bobo就是一个女汉子 也可以说 女汉子其实性格很独立 女汉子其实性格很独立 娘 娘 娘本来是妈妈的意思 但是在这儿是形容词 指的是一个男人的行为举止 很像女生女汉子的反义词 我们可以说 哇 她的打扮很娘 她的打扮很娘 她很娘 她很娘 等等 土豪 土豪 土豪是指非常有钱的人 比如马云 中国人常说 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 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 扎心 扎心 扎心是指心痛的意思 比如 你说的话非常扎心 你说的话非常扎心 买它 买它 买东西的时候 如果遇到自己非常喜欢的产品 你可以激动的说 买它买它买它 买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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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近这是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了 女生男生都喜欢说 买它 你学会了吗 今天就讲到这儿 再见